的確在2024的巴黎奧運已經進入到了最後最後的尾聲了 那麼其實呢陸續都有很多的國手返回台灣 而在今天回來的呢 就是我們的中華的桌球的國手 包含了師徒組合也就是我們的43歲的老將 莊志淵帶領著19歲的新生小將高成睿 幼稚同學 兩個人是在稍早的時候7點02分正式的抵達台灣了 而且呢在管制區這邊呢 其實一早開始呢就有很多的粉絲 看到他們的時候就立刻衝上去要簽名要合照 兩個人也是非常的有親和力來者不拒 不過看上去呢的確還是有一點點疲憊的感覺 而其實在機場外面在這個出境大廳這邊呢 很多的粉絲還有親友團跟所屬的球隊 也都是已經準備好了 一大早就聚集在這邊包括了要來送花送花圈 還有呢是準備了很多的高舉布條 就是要來歡迎兩個人榮耀歸國 而對於這一次的巴黎奧運 到底朗桿是怎麼樣的心情呢 讓我們來聽一段他們稍後的訪問 單打比較驚豔 因為團體就像他自己說可能 團體的時候單打他比較放開一點 因為他自己的事情 那團體的時候可能是攸關到別人 他會想的比較多所以在發揮上跟一些想法上 他戰術上顯得比較拘謹一點 所以他可能在這方面他自己也有意會到 幫我 我覺得當然他有這樣的心意我很開心啦 但是我覺得 就像我一直在講 只能在 就是試著怎麼在遺憾中進步跟成長 下一步可能因為還有一些 俱樂部還有一些簽約場次嘛 然後可能後面還有一些大獎賽是被動受邀的話 是會去參加 但不過在 系統訓練上 基本上是應該是不會太去 太去訓練像之前那樣練習 接下來做什麼 還是會做一些 自己喜歡的嘛 然後比如說 基層的一些活動啊 然後 可能 像這是生產出柚子嘛 那接下來看能不能產出一些鳳梨蘋果這些 類似就是希望有這個機會啊 好那麼雖然這一次呢 的確在巴黎奧運的賽事是非常的可惜 特別是在團體賽的方面 因為原本呢 是已經在十九強順利的擊敗埃及 不過很可惜的是在八強賽事當中 他們是交手了日本隊 但是呢卻不太順利 還是以一比三來吞下敗仗 那麼高承瑞事後也說 這的確是他非常可惜的部分 因為呢可能在單打上面發揮的 還是比較好一些些比較沒有束縛跟拘束的感覺 不過在團體賽也是怕可能會影響到隊友 所以因此呢打起來還是有一點緊張度喔 那麼沒有能搶下第三點的確呢 是讓他覺得非常抱歉的部分 而不過呢對比之下呢 像莊智淵就是比較輕鬆了 雖然這一次的確就是他最後一次的來參與奧運 不過他也說可以跟高承瑞一起打呢 也是他人生中沒有想過的部分 畢竟他其實才喜歡桌球這麼多年 甚至呢還開了球館 最後沒有想過呢 才可以培養出像是柚子啊 而未來也很希望說可以繼續培養 像是蘋果鳳梨等等 希望可以創造出更多的優秀人才出來 如果妳 reap territor啟金特寅 是適合造的 我來說做得 Rand Hollitten 就我這麼想李 谢谢大家